欢迎回到BetterMe成为更好的自己 我是邱文人 今天访问到的是松阳科技的老板 郑建松先生 刚建松非常大方的跟听众朋友分享说 哇他当初找工作的时候 投了几百份的履历表 而且也得到三十几份的工作机会呢 那文人在这边 应该是说得到三十几份的面试机会 那文人要在这边提醒大家 就是其实如果你已经得到面试机会 你就应该要给自己拍拍手 因为现在工作机会 跟求职者的这个比例 看起来是更少的 所以如果你得到面试机会 千万要好好的珍惜 那我刚刚在这个节目休息的时段 听建松说 其实他得到这三十几份的面试机会 也不是这么容易的 是对 那个我记得啊 因为我自己本身 我那时候就很清楚 我要找工作是困难的 所以我几乎啊 只要是北台湾 甚至于台中 我都会愿意去面试 所以我几乎就是 从台中以北的 那种很多设计公司 就是我 尽可能投递履历 我就会投递 甚至于说 我会想办法 就是跟他说 哎我有作品 可是 因为他都是手绘的 所以我会把作品啊 就是面试到他们公司里面 想办法跟他们碰面 可是因为大部分他们看到 我不会用电脑 所以他们不愿意跟我面试 所以我就变成说 用打电话 拜托他们 给你一个机会 对啊 就是请给我一个机会 因为我觉得说 那时候的我 还很年轻 那我觉得说 呃 我可能刚进去嘛 你可能不用给我很高的薪水 甚至于不用薪水 没关系 因为我那个时候 真的是很需要一份工作 那我就是那个时候 呃 想到过去的那对往事 呃 真的 真的是觉得很多的心酸 涌上心头 对 对 对 不过 其实关于这一点 我觉得也是很 很佩服啊 像现在的年轻人 呃 可能投递履历表 然后投了几次 死神大海 就好像 觉得说自己 呃 很灰心 好 那听到我们 赏科技的老板 郑建宗先生的例子 我们就知道说 啊 其实 你如果才投十份履历表 二十份履历表 没人理你 好 那真的不算什么 人家现在是企业主事老板了 其实当初也是投了几百分履历表 然后 呃 因为技能不足的关系 甚至面试官也不愿意去 给他一个机会 但是呢 我们发现就是说 其实成功的人总是跟别人思考模式跟动作不太一样 建宋呢 他会透过打电话的方式 希望企业主可以再多给他一点机会 其实这个也是去突破困难的一种 一种方法 当然他也得到了三十几个三十个左右的面试机会 不过说起来好像还是通通落空对不对 对 呃 坦白说了 我那时候 因为我必须坦诚跟您说 因为我不是一个很正面思考的人 当时吗 所以我那个时候 当然我是讲我以前的那个年纪 你那时候几岁 二十初同 我二十四岁 二十四岁 因为其实我当兵 说实在的就是耗费了我很多时间 主要是呃 因为我加进了的关系 所以我是当自愿艺 嗯 那三年半 当了三年半的自愿艺 对 那真的是很漫长的时间 嗯 所以我在那边 等于是说在我的工作 几乎是 跟我的工作进人 那个几乎已经荒废掉了 是是 也是因为这三年半的时间 就是台湾整个设计环境 从手绘到电脑化 你根本就是错过了这三年半的时间 是是是 对 对 那 呃 那个时候 呃 我记得那时候是 公元2000年 我刚退伍 2002年的时候 嗯 是网路泡沫化 而且景气又很差 那个时候 对 那个时候我纵使找到工作 已经被录取了 可是我往往啊 做没有多久 嗯 我又被迫要换工作 嗯 因为那时候很多公司确实 他是发不出薪水的 对 对 对 所以您刚说 你不是一个很正面思考的人 我觉得 并不是这样 我觉得你可以去克服每次遇到的那个困难 其实你是正面思考的 但是也许是因为打击太多了 嗯 说真的一个好好的人被人家这样的一直打击 如果你又还没有找到solution的话 嗯 那该怎么办呢 哦 我就看书嘛 嗯 对 就呃 我记得我以前 我很喜欢看的 有一位作者叫刘庸 是 他就是会有写那个超越自己 肯定自己嘛 哦 等 等 励志的书记 对对对对 然后我就在上面啊 获得一些启发 嗯 那再来就是说 我有时候会看一些报纸 哦 会看到文人老师所写的文章 不敢当 不敢当 对 那就是呃 觉得蛮激励自己的 哦 那 嗯 坦白说在那一段时期啊 我是已经会进到什么地步 就是那个面试官哦 都会用那种很严厉的方式 哦 因为那时候我的主管嘛 嗯 还是四五年级 哎 他们都 很习惯用很没有 哎 就是他不把你用对等的方式来看待 他 他可能就很直接的 对 去指出你的缺点 对 就是 他会 呃 成绩就是会骂我是动物 你知道吗 怎么 哎 然后是很 哎 我讲直接点就猪啊 我觉得这样实在是 很没有礼貌 可是其实在 嗯 好像在某一辈的 那种长官 他们很习惯用这种 有点攻击心的 因为他认为说 我去面试 是浪费他们的时间 OK 对 啊 可是我讲真的 那时候 因为我的个性比较内向 所以他们骂我什么 我都 就 就低着头 我也我也不敢去 去毁什么 哎 哈哈 哦 要是现在的年轻人 你这样对他的话 可能 现在怎么可能 因为现在这样子 一定会被 一定被开回来了 对 一定会被开回来 对,可是我那时候就是 怎么讲,因为他说你连电脑都不会 可是我们全部都用电脑 对,那你还是来做什么的 对啊,如果我去里面 然后让我学 纵使我不领薪水 可是他们还是要请个人来 教你 来教我 对,他也是成本嘛 对,然后他们就是 我那时候真的体验到 这个社会是如此的现实 什么事情都要算得很精啊 就是跟我以前所想的 因为那时候我刚出社会 什么都不懂 真的没有想到现在的环境 居然是这么的残酷啊 对对对 了解 所以其实在出入社会找工作的时候 虽然还是凭着一股 非要找工作不可能 这样子企图心 偷了很多履历表 得到了面试机会 但是其实在面试的过程中 就一再的失败 那你是如何获得你的第一份工作的呢 我这样说好的 我 虽然我面试没有成功 可是我不小心 还是有一些好人啊 然后我就很积极跟他们成为朋友 那我就会帮他们做一些服务 那就是比如说帮他们做设计名片 然后就是免费帮他做海报 是 然后因为那时候我电脑也才刚学嘛 他们也不会赶我时间 所以我就慢慢摸 我记得印象很深 我花了一整天的时间 把用Cordial 把一个名片 就给他做排版 然后就把它 就是把它排好 花了三天 去把一个A4的一个小海报啊 就是把它设计出来 那时候我就一直花很多时间 因为我是当别人的义工 对 那当然 反正他不用付我薪水嘛 他也不赶时间 是 然后他可以获得这样的一个报酬 其实他 其实对那些朋友来讲 是合了不为 那我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也获得了很多的练习 那 那也好就是因为如此 我在这个途中 我累积了很多自己的作品 是 那 就是 跟业界有关的 重点哦 是跟业界有关 对 要不然我可能 还是继续画 素描水彩 那个跟我们的商业设计 那是完全不一样的 OK 对对 那后来建宋又怎么样会 什么样的契机 让你开始去创业 成立素描科技这家公司呢 哦 其实这个会有分几个阶段 因为我有稍微提到说 在我求职的时候 那时候刚好遇到 网络的不景气 然后我去上班了以后 通常往往没有办法 待多久 公司他就付不出薪水了 是 所以那时候我真的是换了很多工作 可是我是被迫离开 是 公司也不可能给我支钱费 因为他薪水都发不出来 那我也不可能跟他诉讼嘛 因为我还要赶快 找下一份工作 忙都忙死了 对那时候很忙啊 就一直在找工作 对 然后 我就想办法 好 那如果设计 这么难做 那我去当讲师可以吧 因为我那时候 因为 已经历练了30多次的面试机会 其实口才也变得比较好一些 然后 当然我在面试讲师的时候 我也是面试了好几次 不过次数比较少 是只有4次 然后就去具箱电脑 然后去担任讲师 哇真的很厉害 所以你从你完全不会电脑的设计 到后来本来是等于是当义工 再帮人家做一些平面设计 可是在那一段时间点 赶快把电脑的技术补强起来 然后后来也是因为这个碰到网路 泡沫化很多的公司 他纷纷裁员 那在你被迫不得已非得离开公司的时候呢 你就开始去面试讲师 其实这也是一个很大的勇气 那时候您几岁 25岁 25岁就已经开始有能力 可以在具箱电脑当设计类的讲师了 很厉害很厉害 没有因为那个时候 就是有考量到 如何让自己有第二份的一个专场 是是是 那因为我面试真的很多次 所以就变成说 我比较懂得去跟人家去做应对吧 那也有经营一些人脉 是是是 OK那你在这个补教机构是教什么 我就是 当然是跟我们的专场有关嘛 Photoshop 还有Photro Impact 还有像Fresh June Urban 对对对 所以其实我觉得 虽然说父亲美工的这个学业里 给你学到可能是一些美术basic 基本的东西 但是说真的 这些电脑的技能有学 就会嘛 那这个时候 就是加速你原来的美术的底蕴的一个专场 再加上把这个电脑硬学起来的功夫 其实24岁的时候求职到处碰壁 25岁的时候面试了四次 就已经有办法当讲师了 不过这个跟你后来创业还是中间有一点落差 对对对对 因为我是工作了五年才创业 所以30岁的时候 超快30岁的时候创业 29岁 29岁 对 那因为我那时候当讲师 其实对我来讲门槛并不会太高 主要是因为我软体不熟嘛 我几乎就是拿个一个白报纸 然后上面我就去画嘛 他每个软体的功能 我都全部都给他测了一遍 然后我测了好几天 那因为我测了久了我就会知道他的功能嘛 其实教电脑真的不难 可是我那时候会想要当讲师 主要是想要提高自己的身价 因为我知道 现在的求职者非常的竞争 因为当别人都会用电脑 如果别人会用电脑的时候 那我去 那我的饮的地方在哪里 我学历又没有比别人高 那我如果有多了一个讲师的身份 我是不是容易被录取 对 那时候是这样子 然后 除了当讲师之外 当然我后来也很幸运的 就是担任设计师的工作 当然也有待超过一年的 然后 那个老板还算蛮有钱的 他就养了我一年 清水 对 因为也没有说 都那么倒霉 都遇到那一种公司 那我经意不散 那当然我很感谢那位老板 那他的公司是在竹北 我记得那时候我住板桥 然后 因为竹北他 没有办法搭快车嘛 所以只能搭那个 驱俭车 慢慢的 就是要一个半小时 然后我来回这样子 就要花掉我三个小时的时间 那时候我记得我在那边当了一年 那时候也是我的设计能力成长 算是比较快的时候 那 问题是那时候还是在新竹嘛 然后我那时候上完班了以后 我后来还是回到台北的东区那边 的一个设计公司上班 那很幸运的我得到一个设计主管的一个职位 那时候我就开始学习啊 带你一个team 那 那再后来 因为我一直觉得说 在我们那家设计公司 其实他会有一些问题是在于说 设计跟业务之间 他往往在沟通上他没有办法同步 没错 对 这是很常见的现象 其实到现在很多公司也是有这样的现象 那我就一直在思考说 我带领这个team 可是我总觉得好像被客户嘛 或被业务手要团团转有没有 我是不是应该要学习 如何去当业务 去做专案管理 对对 那 然后我又毅然的 就是 持续了我设计主管的工作 然后去做业务 然后去做专案管理 就等于是做那种广告AE嘛 是 对对对 那 后来我到了那一家公司 呃 做了广告AE 的时候嘛 刚好我也是做了半年的时间 那老板啊 就是那时候我的老板 他就 呃 呃 就不太想做了 然后他就把公司收起来 那我刚好去接受他的人脉 对对对 所以这个时候 建松创业的契机就来了 好 我们休息一下再回来 嗯